市長 市長請 委員好 市長好 市長我想大家上台都會先跟防疫團隊 跟您先至上最高的敬意 表示肯定大家辛苦了加油 所以與其說今天是來質詢質問 不如說我也想藉這個我的時間這個機會 希望能夠有機會讓貴部對社會大眾 做一些疑問的更清楚的說明 首先第一題的話我想大家應該 市長您今天也都看到 今天各大報的頭版頭條 四大報的頭版頭條有三個報紙都是說 社交距離不足即將開罰 顯然這是昨天記者會 昨天記者會新的一個訊息釋出了之後 大家通通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也有看昨天的直播 所以其實所謂的社交距離它的細則如何 大家非常的有興趣 你把各國的例子都拿出來 希望做個比較 可是昨天看得出來其實 我們應該是還在研議當中 還沒有直接到這樣已經可以具體規定 並且使用罰則的階段對吧 市長目前階段 這個所謂的社交距離的指引 一定是三個步驟 第一個先把指引訂出來 對 指引先訂出來 各方都有共識 第二個就要去用推動 去推動 推動的方法一定是做輔導 所以做這一些交易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接受 而且變成一個日常的 日常的一個生活的一部分 那最後才會對那些 不願意遵守的人 對 才可能去做開罰 就像居家檢疫 現在還到處趴趴趴的 立刻重罰嘛 對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三個步驟 好 但是因為疫情變化很快嘛 這個跑得很快很急啊 所以我們有指引先出 再來是輔導階段 再來最後開罰 可是這時間也不可能拖太久啊 不然就沒有效果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在這裡 其實想要最建議的是什麼 是 市長還有防疫團隊 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個禮拜上班三天 星期四開始 四五六日 我們是接下來 這個上半年度 最長大家最期待的春假 四天的連假 這個連假 不但是過去廣例 我們要記足 而且也是踏青 小朋友都好期待喔 終於又放假了 所以大家的生活型態 是如這樣子啊 那你現在說 我們有社交距離 應該要控制維護 這表示 疫情已經來到了 大家是不是應該要保持距離的階段了 好 可是這四天 大家一定是家人團聚啊 好 那我想想 請問市長 市長 你能不能在這裡告訴我們 大家這個春假 適不適合家庭聚餐 我可不可以 對啊 我要記住嘛 我一定是拜拜 拜拜 所以我們日間三間 阿公也都要回來啊 這可以當我吃飯嗎 可以去餐廳嗎 昨天一個週末天氣好 看到好多人都出門踏青 那這麼多人 同時聚集在通風良好的郊外 這樣算不算群聚 這個所謂的聚集 那當然就是要看情況 室內跟室外一定是有 不一樣 一定是有差別 那室內的話是特別要去注意的 當然 那如果說家庭聚會 如果是不可免的話 那大家也是希望 如果要一起共參的話 不要就是說公塊母吃啦 這些東西一定是要遵守的 然後還是最好有一個距離啦 這個用餐的時候 餐廳老闆已經說啊 你現在如果要社交距離 我一張十個人的桌子 大概只能賣四個人啦 因為這樣隔隔隔 那我不如不要賣算呢 是 但是聚餐也不一定就是要到餐廳 那家裡也應該要梅花座啊 那個就是變成是現實 所以我跟我爸吃飯也要這個梅花座這樣啊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 它是一個原則 但是最好不要違反人性啦 是啦 所以市長 我在這裡其實要很具體的建議 我認為你看 我幫你們推算 3月18號的時候 部長出來說 接下來的兩週是關鍵時刻 所以3月18的兩週是哪時候呢 4月1號到期 馬上接的是這個春假 所以如果我依照這樣指揮中心 一步一步來做的話 我會認為其實如果我們全股體國民守住了春假 那麼其實我們幾乎可以說我們又打贏了一關 因為昨天看起來我們現在大概是每天大概20 十幾20個左右確診 而且大部分是境外移入嘛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一關 把這個本土的感染降低 是有效的 所以您說的社交距離 我本席禁表支持 但是不是能夠在春假之前 我們至少有一個概略的春假生活指引 很具體的告訴大家 甚至是當世界各地都在封城 台灣沒有喔 台灣沒有封城 但四天連假是一個很漫長的生活 不管是從老的到小的都是這樣 我具體建議是不是可以在星期三春假開始之前 給大家一個概略的春假生活指引 社交指引 好 那委員的建議非常對我們來講非常有料 我會在直播看有沒有被建議被完成這樣 好 那我們就等待委員的追蹤 我們設法 所以你覺得有道理嘛對不對 有道理 有道理嘛 好好好 那就麻煩了 還有段一直點頭 謝謝司長 謝謝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是第一個 我希望有春假生活指引 讓全體國人遵循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往進一步看 現在其實確診的人數 確實是以大概每天20人 部長說大概一週會有七八十人往上升 那所以我們看到了其實會擔心什麼 是我們的負壓病房夠不夠 大家在問的說我們一開始知道台灣 是有1024間負壓隔離病房 可是按照這種速度上來的話 尤其台灣很嚴謹 所以我們要讓他康復可以離開負壓 的速度其實是慢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看起來現在不但已經用到七成了 而且在這樣速度下去 其實很快會繼續增加 尤其尤其每天回國的 國人差不多有三千人 這樣算下來 三千裡面大概會有多少人 變成需要住進去的 那所以病房夠不夠用 大家也都想知道 麻煩次長回答 那首先要說明的就是 縱然是有確診 不一定要住負壓 我想是一般大眾並不是很清楚這個部分 一定要住負壓 因為負壓主要是 處理的是那種空氣傳染的 但是我們這個武漢肺炎並不是 空氣傳染 武漢肺炎不是空氣傳染 所以他主要是飛沫傳染 所以他出去的話到一定的距離就會掉下來 差不多一公尺 這也就是為什麼要社交距離一公尺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不是空氣傳染 所以不一定需要負壓 所以對於這些個案 確診的個案來講 主要是隔離病房 單人 一人一室的病房 所以目前還夠 目前因為 再擴增 除了這個 這個負壓的病房之外的話 我們已經增設了所謂的隔離病房 就是專責病房 那這個部分的是一人一室 大概1700床左右 也都在繼續增加當中嘛 所以國人應該要做的是保護好自己嘛 盡量讓自己不要成為病患 增加醫護人員的負擔 但萬一真的有症狀發生 請趕快就醫 政府提供的醫療資源是足夠的 可以保護大家 讓大家有最好的救治 這沒有問題嘛 別說我現在比較稍微 我比較後面得到 結果我連病房都住不進去 不會有這種狀況嘛 對不對 不會 不會 次長掛保證了嘛 那最後呢 因為我的時間到了 我想提醒次長 也提醒衛福部 這幾天 WHO的狀況 確實是百年難得一見 今天正式對台灣的匯集 發出了一個正式的聲明 雖然仍不利於我方 他說台灣的會員國資格 台灣的資格要由會員國來認定 但我想提醒的是 我們其實努力了這麼久 難得在WHO上面 我們成為了一個題目 我希望衛福部能夠把握過去的經驗 在這一次用委屈的像國際說也好 利用國際正想找成功防疫經驗也好 在這一次能夠和外交部一起聯手出擊 把握這個機會 讓台灣的能見度再次被看到被提升 是 我們不但是 不是用委屈 而是用有自信的姿態 或者是這種態度來 非常好 我很喜歡你這個態度 我希望衛福部 能夠在防疫的方面做到最好的同時 也把這個經驗傳遞到全世界 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讓世界看見台灣 再次謝謝次長和所有的防疫團隊 謝謝 謝謝